國營大會 歡迎收看國營大會 我是余美人 咱們的郭董 今天還可露臉了 川普直接點名 到底未來這一年 台灣的股市跟美國的股市 還有世界的經濟局勢 又會有怎麼樣的一個牽動呢 今天要來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首先為您介紹的第一位 是我們的憲政修 美人好 大家好 還有世聰 大家好 還有孫慶龍先生 美人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三五三的朋友馬凱老師 你好 好久沒見了 股市投資專家楚祥生 大家好 好 看一下我們的新聞畫面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 首度和企業大老闆們碰面 就點名富士康 郭董一下成了川普吸引企業回籠的宣傳樣本 如果您看今天的報紙 您會看到四個五個公司 他們覺得非常不同 郭台銘過去的證實考慮過要到美國投資面板廠 金額至少70億美元 渴望創造3到5萬的就業人口 這做法完全符合川普不斷宣傳的美國製造 包括特斯拉執行長帶有創辦人 通通都聽盡耳理 唯獨跟富士康關係最密切的蘋果執行長庫克 缺席了這場企業領袖會議 其實在川普就任前和軟銀社長見面時 就曾經在手上文件出現富士康logo 當時外界就預估身為蘋果上游供應鏈的鴻海集團 前往美國只是時間問題 同樣也跟川普希望蘋果回國的理念不謀而合 路透報導指出雖然郭董過去有誇大投資規模的記錄 但這次赴美設廠目的應該是為了跟三星抗衡 尤其在政治上得分 不只有助降低中美貿易潛在衝突 對鴻海的影響 在地生產面板減少運輸成本 也有助旗下下鋪品牌在美國的市占率 美國總統說I guarantee 那就是I guarantee 不是一般男人 I guarantee I will try 當然是這樣子 是不是 是 沒錯 一石三鳥 路透社讚美富士康 是 我們在講富士康今年的策略之選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在前幾天的鴻海的尾牙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在等說郭台銘要講話的時候 他就突然之間先鞠躬道歉 而且是90度的跟大家鞠躬道歉 因為他說去年是鴻海1991年以來的 上市以來的第一次營收出現衰退 大概衰退了2.8%左右 他說這一切是他自己的責任 他要自己承擔起來 對不起員工也對不起股東 當然他這樣道歉之後 在台下的員工當然要繃緊神經 因為老闆都自己道歉了 你當然自己要了解說 今年的壓力更大 這個都有誠意 這是90度 然後他這樣講完之後 果然是有跟夏浦往來 是 不過他 學到日本的這個90度 不過他講完這句話之後 其實他後來就恢復那種 生龍活虎的樣子 他之後甚至還開這個 當天節目主持人張飛的玩笑 他就說張飛 因為張飛先生 他是鴻海的長崎大股東 他說張飛 你現在手上有持股 你不要賣 我們鴻海可以旺到2317年 2317年 今年是2017年 他意思是說還可以 鴻海可以旺300年 所以郭董馬上就恢復了 他那種蕭雄的個性 為什麼會恢復他蕭雄的個性 主要是說其實今年 我們看到去年一年 為什麼郭董的營收或是表現 會不如大家預期 因為買很多公司 對 主要是去年他做了很多布局 尤其是他在跟夏浦 併購的過程中間 花了他非常多的心力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夏浦的整頓已經開始進入一個收穫期了 所以我們看到說他精心布局的整個局面 可能在今年會開花結果 第一個在政治上面 你看 剛才川普接受訪問 在這個跟領袖大佬會面的時候 他講到了富士康 這個對他來講是一個多大的宣盤作用 他就說富士康準備要投入大筆的金額 因為當初孫正義跟川普見面的時候 就提出了70億美金 可能會建立一座大型工廠 可能還不只一座 就郭董的考量的話 他可能會在那邊設一個面板廠 因為目前在北美地區還沒有一個 比較大型的面板廠 再來就是說 北美的電視如果可以直接在那邊生產 在那邊運輸 運輸成本比較低 或許的成本可以降下來 這是郭董自己的盤算 在投川普之號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說在大陸 因為大陸也是他最重要的一個Key Gator 大陸在這個 因為原本郭董有接獲川普的 總統就職的請他邀請他去 結果邀請他去之後 中國就開始關心說 你未來是不是會減少在中國的投資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他表態了 他沒去 對 他就沒有去接受川普的邀請 同時他就說 我準備在廣州再投資2800億 還有46座城市我要設廠 員工可能會超過100萬的 我總投資金也是2000多億 他也是說 我還會繼續在中國大陸投資 除了這兩個動作之外 他另外一個就是還告了 跟三星起了一個正面的衝突 因為他第一個就是說 面板支出 他今年要增加90億元 再來就是說 這個三星目前有告他說 你這個夏浦 你斷貨 我的問題要求場 但是郭台銘就說 不是我斷貨的 因為我們兩個之間沒有直接往來 我們中間是透過一個叫 黑田電器的 你要嘛就去告他 所以他目前的策略就是 第一個 討好川普 第二個 繼續在中國大陸投資 第三個 跟三星持續的進行一個對抗 那我們看到說 經過去年的營運的低迷之後 因為去年營運不好主要有一部分 是因為iPhone7不如大家預期 今年是iPhone8 iPhone推出10週年 很多人都認為今年iPhone8 會有比較大規模的改善 大規模的改善的話 或許會有助於郭台銘今年 這個鴻海集團整體的營收 跟業績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 因為他已經佈局完成 所以他在鞠躬道歉之後 他馬上就展開了他那種 所謂枭雄式的這個霸心 我覺得今年的鴻海 應該是值得大家多加觀察 是 那麼鴻海的郭台銘有講 他未來會用更多的機器人 來取代這個人工 所以問一下孫先生 所以這個台股未來要看的是 這種所謂AI智慧 這樣子一個邏輯去看台股嗎 當然其實2017年 其實年初的時候 也非常重大的新聞 其實就是機器人AlphaGo 跟世界的期望 連下了60場為期 結果世界的期望連輸60場 這個其實是一個顯示 整個AI人工智慧 他已經快速的進步到 甚至可以再對抗人類的期望了 所以那個電影的場景是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人類被機器人消滅了 就是一個 你看還不至於被消滅 但是會被快速的取代 這個取代其實會來自於 這三方面 第一個當然是製造業的部分 尤其我們看到郭台銘 他旗下的鴻海 其實到處在 那個關燈工廠 其實有點類似遍地開花的一個狀況 那很多的台灣的一些科技廠房 其實也為了因應這一次的一例一休 也開始大量的導入 自動化生產的一個設備 那另外一個機器人 其實他也開始正式的走入一般家庭 這一般家庭裡面包含了功能性機器人 跟陪伴型的機器人 這就讓我想到一個我自身的經歷 就是我兩年前跟我老婆結婚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先區分好家裡要做的事 他負責掃地 男生力氣比較大負責去拖地 結果他兩年前 他瞞著我去買了一台東西 買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掃地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 這個他買了之後被我念了兩年 兩年之後 我去買了一台拖地機器人 就他用掃地機器人取代了他的工作 我去買了拖地機器人 去取代了我在家裡拖地的工作 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生產這個掃地機器人 跟拖地機器人這一家公司 其實現在目前是全球 這檔機器人ETF ROBERT US第一大的持股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看出來 當機器人開始走入家庭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開始出現全面性的取代 所以各位男人 如果你老婆要買掃地機器人 你只要第一件事情 就是這機器人每天都要動 我才讓你買 這樣的話你家裡會很乾淨 你也不要阻止他 為什麼 為了讓這個掃地機器人 可以在家裡運作 垃圾不能落地 紙箱不能亂丟 他才可以運作得很順暢 機器人除了走入到一般家庭之外 他還走入到服務業 而且我們最近今年其實還滿明顯的 很多國內的一些門市 像賣麵包的 甚至銀行的通路 都擺上了機器人 當所謂的那種 引導的一個服務的第一線的人員 其實就可以看到 其實機器人其實已經開始取代了 一些門市的一些工作 甚至金融業的機器人李磚 這幾年也是成長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台灣有些什麼廠商是專門做跟機器人有關的 這就是我們要關注的 對 基本上其實我剛才所提到的這種全球機器人ETF中 它集合了全球82家跟機器人有關的世界公司 它其中只有6家的台股的企業 被納入到這個成分股裡面 這6家裡面包含了像上銀 東元 鹽華 然後台達電 雅德克跟零花 這6家公司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憲政 就是說這個台泥的這個佈局 因為這個年前發生這個意外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看 我想台泥這件事情 真的是震撼了一個台灣的政壇跟商界 不過他原月23號 他一早就宣佈他過世的消息之後 那麼台泥的股價並沒有跌 這代表說其實台泥他的整個佈局來講已經完成了 那他的接班人張安平先生 就張安平董事長他講說 他說顧稱穎董事長 他是一個一步一腳印的人 他把台泥未來的一個佈劃 都已經佈劃完成了 所以我只要按照他的計畫 一步一腳印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 其實我們看這個顧稱穎先生 對台泥來講應該是一個中興的少主 那怎麼講呢 他在台泥剛好 他掌權剛好是13年 我把他比喻做清朝的雍正皇帝 因為第一代是他爸爸 在2001年的時候 他的哥哥就是顧其允先生 他不幸癌症過世的時候 留下了300億的債務 台泥留下300億債務 那是何等的大 所以沒有辦法 他爸爸就老將回鍋 去當董事長 所以那時候 我們顧稱穎先生 他是總經理 到2003年的時候 他爸爸他身體也不好 他說那我就把董事長直接給他送到 所以他真正的接掌是2003年開始 他有一次跟爸爸閒聊的時候 他說爸爸 我看不到台泥未來50年的一個方向在哪裡 他爸爸說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你就放心的去做吧 所以他就放心的大刀闊斧的改革 他第一個就是把最賺錢的 核信的一個通訊把它賣掉 那拿到那第一桶金用256億 他直接跨海到廣東去投資水泥場 一投資就是8條水泥線 台泥過去50年 他的產能是1000萬噸的一個產能 他說我在五年裡面 我要倍增五年要到2000萬噸 結果三年就到2400萬噸 到這個上上個月來講 他已經到6600萬噸 在中國大陸已經是排名第六名 也就是說他的產能在短短的 他接掌的13年裡面 增加了6.5倍 那過去50年 他用短短13年增加6.5倍 那他的鏡子也從他接掌的600億 到我們到他過世的那一天 給他算差不多1300億左右 差不多兩倍多 當然他在改革的過程裡面 也遇到了很多的一個抵抗 包括老陳的抵抗 那甚至有一次老陳通通反對 我們台泥過去50年才做1000萬噸 結果你怎麼可能五年裡面做那麼大呢 這個反對這個投資太大了 他氣得拍桌子 而且把桌子上了一個計算機 摔到地上摔壞了 那麼很多老陳就有一些就優退 有一些就不服氣的 就把一些抬抿的一些事情 就抖出來 包括他爸爸那一件外面的那些事情 就是那時候被抖出來的 當然我們說他是英式的管理 英式管理第一個老英 他飛得很高 看得很遠 第二個 他看得很準 第三個他的手腳要夠快 所以我們從他過去的一個整個 從台泥從一個非常老的50年的一個老大公司 把他直接轉型 那麼從虧錢變成賺錢 而且把300億的債務全部幾乎都已經打消掉了 所以我想台泥未來是沒有問題的 尤其是現在又交到他的媚婿張安平的手上 張安平在整個企業界有叫做企業 這個企業救援投手 企業最佳救援投手 他已經有四次救援成功的經驗了 那這一次是第五次 第一次是2001年就孤群雲先生 他跟他兩個人是從小又是同學 又是一起長大的朋友好朋友 他交代他說他過世的時候 希望他幫他處理一下 結果他就在台泥的一個關係的 包括何信超媒 包括他一些投資轉投資的那些公司 親親的 親親的 第一次的神救援 第二次就是2005年 孤政偉先生過世的時候 把他請過來當台泥的副董事長 所以他也撇著這個孤晨雲先生兩個人 一起把台泥把他脫胎換骨 這一次是第五次的一個神救援 所以大家對張安平來講 都寄予相當大的一個後悔 張安平先生不應該只做這樣 他應該來救我們的年金改革 對 你講的沒有錯 我們是需要神救援 對不對 是 你就第五次的 不過這個台泥是傳產 可是有人講說現在電子業叫傳產 是不是 電子業 看起來今年上半季 可能狀況沒有那麼好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台泥的開法說 開完之後 所有的法人臉都綠了 ADR當天晚上跌了快3% 重點在於你看去年 台藝店的景氣非常好 它的年增率是 季是逐季走高 但今年第一季比去年第四季 本來一般預估 大概是2到5%的衰退 沒有啊 實際上出來是8到10% 而且他特別提到 今年第二季 可能狀況還是沒有預期那麼好 那這種狀況之下 大家想想看 台電不光是一個全職第一大的公司 台積電 對 台積電 重點在於它是所有電子業的一個指標 它不好代表什麼 大家都不好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第一點 是應該是去年的機器太高了 你看去年聯發科 這些公司業績都非常的好 這第一點機器太高的問題 第二個我們看到了很多的亮點的產業 大家提到AR 提到VR 虛擬實境 自動駕駛 剛剛還提到人工智慧 事實上雖然亮點多 但它的值不夠 太小了 沒有辦法撐緊半邊天 那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個還是很重要 還在於手機的年幀率 它已經太成熟了 以前手機 自衛星手機年幀率十幾%二十幾% 像今年可能大概只有4到5% 不是啦 你也不能這樣講 那iPhone6才剛用上手 你iPhone7就出來 我幹嘛換呢 要不是因為你變成iPhone7 我那個250 我跟著更新什麼系統有沒有 更新到當時我也不想換 所以說很明顯 就是因為它已經沒有什麼亮點了 你看到的東西 事實上大概都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所以手機已經差不多了 我個人覺得 但是今年不一樣 下半年 剛剛特別提到了 iPhone要出i8 可能是完全不一樣 它是10週年的新機 大家特別提到 因為連續兩年 iPhone6s 7都賣得不好 一般的預估 那個需求會delay 大家再等等等 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iPhone出來 所以今年看起來 iPhone8應該會賣得不錯 它的手機處理器 應該是100% 然後A11 用10奈米在台藝店做 所以台藝店下半年 應該是有機會 另外提到 鏡片的部分 你看大力光可以漲到四千多塊 多可怕 現在iPhone只有Plus 比較大的是用到雙鏡頭 今年很可能 所有的手機 所有的機型都用雙鏡頭 這種情況之下 很可能 你看像鏡頭的部分 像... 不是鏡頭雙鏡頭 是那畫質 真是美到回春 那個手機每一張 那個華為的手機拍出來 真是美呆了 所以說今年 上半年正好利用景氣不好 股價回檔 你可以慢慢稍微做個佈局 也許到了第二季末的時候 接下來慢慢開iPhone8的體材 會慢慢出來 也許相關各個 我可以稍微佈局一下 因為今年我覺得 很多的蘋果名等了很久 都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今年AMO有一定會出來 而且它手機的機殼也會改變 所以說也許它的銷售量 應該會比過去的兩年會來得好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 馬開老師 美股到兩萬點對不對 對 那台股呢 台股的這個情況是蠻複雜的 因為台股 照理說台灣經濟的基本面 還不是很好 所以要撐這個股票 本來是不太容易的 你說到萬點對不對 但是呢 今年可能會有一些特別的因素 有一個因素是跟川普有關 就是川普在上任之後呢 到底他將來所實施的政策 會讓美國經濟會發生什麼變化 因為川普加上聯準的升息 吸引了很多的資金向美國跑 這個向美國回流的這個潮流呢 事實上慢慢要到飽和點了 等他到了飽和點的時候呢 這些資金將來要往哪裡去 這會是一個今天的一個新的問題 可是呢 當他要選擇去哪裡去的時候呢 他會發現呢 好像真的四過茫茫了 你看哪裡可以去 因為他們是從新市場跑出來的 假如跑回去的話 他心還沒有安 但是要叫他繼續跑美國 他覺得美國好像已經快到頂了 要跑歐洲 大家對歐洲非常擔心 那中國大陸呢 根本不要說了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當這個資金在徘徊 不知道往哪裡去的時候呢 反而到台灣來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 這個去年一整年 這個匯率的變化 台灣是亞洲貨幣裡面 唯一是對美元升值的 而其他國家大跌特跌 就表示呢 台灣有一些地方吸引到外資了 事實上外資是今天台灣股市的 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外資繼續看好台灣 台灣的這個股票市場 有可能再往上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呢 就是今年可能呢 在上半年 可能會看到兩岸的情勢好轉 欸 你說什麼 看到兩岸情勢好轉 這個其實我 那拜託川普不要再講話嘛 其實我們有沒有注意到一點 就是從川普上任之後 川蔡電話之後 我們發現蔡總統的這個態度 非常的低調 非常的節制 他連到美國過境兩次 他都沒有出任何的疲漏 就表示呢 我們至少從政府的 援手的表現來看呢 他有意要 讓對方呢 慢慢的覺得這個敵意是可以消除的 那第二就是呢 在上次APEC會議之後呢 我們在兩大報都看到一個 整版的一個新聞 就是大陸的社科院 他研鎖的非常重要的研究員 周知懷 他公開說 他說九二共識 目前是兩岸的僵局的 那個最重要的絆腳石 他說九二共識 這四個字可以不要 可以換掉 你想這個是多大的善意 因為從520之前開始 我們就被九二共識四個字 就糾纏在那個地方 無法脫身 他現在主動說可以脫身了 而且他講完這個話 還活在人世間 對不對 所以他講這個話 是有某種程度的空間的 對不對 事實上大家認為 他講的話是代表 他們對方的高層 他同意他這樣說 而且他說 如果要換掉九二共識的話 怎麼換 台灣可以派人去 跟他們直接討論 所以那個時候是 我看到最好的一個機會 但後面就是穿菜電話了 穿菜電話之後呢 我們看到整個情勢 是在慢慢和緩 所以 可能等到大陸最近呢 他的兩會開完 到三月份的時候呢 他或許 可以給台灣一些空間 就是換一個邏輯 大家都能夠走得下去 走在一起的邏輯 對不對 那這個消息 對台灣是非常重要 利多 如果有一天 這個消息出來了 我想你要趕快去買股票 可能都已經買不到了 所以 股市在那時候上萬點了 那絕對 不是 不可想像 哎呦 給紅包了 馬卡老師給紅包了 OK 好 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國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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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志從 對 連我媽都關心 他說那個TTP 我說不 媽 是TPP 沒錯 我們看到說 事實上川普上任之後 第一個法案 除了廢除OG健保之外 他也很快就實現他的諾言 因為他在選舉的時候就說 我要退出TPP 所以目前他已經簽署了 美國退出TPP的協議 美國退出TPP的話 他未來可能會變成是 跟個別國家談所謂的FTA 其實跟個別國家談FTA的時候 台灣的壓力其實也是滿大的 因為我們必須要跟美國 可能緊接下來的 包括說美國牛肉 美國豬肉的這些談判 這個都是台灣 未來可能面臨的一個局面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另外台灣 還要面臨第二個壓力 因為我們知道川普 他是主張一個所謂的保護主義 也就是說他希望 以美國利益為優先 所以你看 人家現在有學者預估說 他未來的可能做了第一件事情 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台灣 大陸跟韓國列為所謂的 貨幣的操縱國 當然針對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央行在去年有做出決議 我們央行總台的回憶是說 把台灣當成匯率的操縱國 好像有點搞錯對象 因為我們台灣跟中國大陸的出操 大概是貿易順差差不多100多億 中國大陸跟美國 我們台灣跟美國的貿易出操 是100多億 但是中國大陸跟美國是3000多億 所以應該首當其衝的是 中國大陸才對 事實上 川普在這個競選的過程中 他有說過一件事 他說上任第一件事 就要把中國大陸列為貨幣的操縱國 可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這樣 今天就有美國國會議員出來 吐槽他說 你不是要把中國大陸列為貨幣的操縱國嗎 到現在還沒有 我告訴你 你知道人民幣這波跌下來之後 他們現在外匯要出去管制得非常非常的嚴 然後以前 從深圳廣東到香港都是去買奶粉的 現在都是去換美金的 是 沒錯 中國大陸這一波 香港現在所有道人去香港 都是換美金的 沒有人拿奶粉 是 中國大陸這一波的資金外討 非常嚴重 所以從中國大陸去年下半年 他們在打擊 因為以前他們還有另外一個管道 從地下結裝出去 他現在都把它封鎖起來 我覺得其實對台灣來說的話 剛才老師有提到 過去一年裡面的台幣的確是相對 亞洲貨幣都比較強 我們看到中間這幾個 人民幣 日元跟韓元 相對於台幣的話 你看從去年的6月到12月為止 人民幣貶了5.8% 日元貶了11.4% 相對台幣來說 韓元貶了2.6% 你看台幣是相對 他們都是升值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台幣相對於美元 台幣相對於美元 美元是去年最強的貨幣之一 但是台幣 但是美元相對於台幣 還是出現一個貶值的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說 台灣的貨幣是相對比較強勢 就連對歐元也是 歐元也是相對台灣貶值 所以台幣是非常強 這個原因當然老師剛剛有提到 就是很多外資去年的買盤非常的多 今年也是一樣 今年到目前開市以來 外資也是不斷的在買超台股 所以就只要說 這個台幣還是維持一個 相對強勢的局面的話 台股當然有機會再往上衝的 但是今年有一個 這個比較大的變數就是說 因為美元很多人都說 我們現在要投資美元要怎麼辦 因為美元有兩個很tricky的地方 一個美國可能升息 所以美元照理說要轉強 但是川普又說美元不要太強 所以今年的美元有可能會在 上上下下的區間移動 那對台幣來說 我覺得台幣持續強勢 可能今年應該還是 上半年還是跑不掉的一個狀況 所以問一下暑先生 川普一直說美元太強 我是覺得事實上 川普還是一個生意人 他還是非常注意到美國經濟狀況 我們注意到美國一個月的 外貿的逆差是400多億 如果美元非常強勢的情況之下 對他經濟絕對不是好事情 美國非常多的跨國企業 大家知道如果美元非常強勢 對跨國企業是絕對不利的 飛車年底最高最高的時候 其實貶到32.48 我們特別提一下 去年第三季新台幣非常的強 上市公司的匯損大概有多少 300億跑不掉 所以為什麼在年底的時候 新台幣變成貶 讓很多的公司匯損能夠重新衝回來 那接下來到了一月份 因為美元強制獲利回土 加上川普講了那句話 我剛剛特別提到 他還是會注意到 因為強勢美元對美國絕食不利的 但是未來要特別看一下 大家知道美國現在公布的數據非常好 不管是所謂的就業狀況 所謂的ISM製造業指數都非常好 加上很多的原物料 它的低點是在2016年的年初的時候 你就算機器的情況之下 所有的通膨可能在今年會慢慢展開 這個狀況會讓FED升息的腳步會加快 這個一定會相對影響到 但是我個人覺得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這個是我們把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 執政的時候 美元的走勢造一個匯總 這段時間 美元為什麼那麼強 是因為大家都認為 川普的政策有點像什麼 當時的所謂的這個雷根 大家可以看到1980年 就最左邊的1980年 對1980年的時候 川普的所謂的供給面的經濟學 擴大基礎建設 而且是減稅 對你可以看到美元非常非常強勢 所以大家都沿用雷根的時候 去對照到現在川普的走勢 但是我們特別提一下 特別提一下 現在狀況跟過去不一樣 因為事後證明 雷根的政策最後還是造成什麼 雙次制 一個是貿易的次制 一個是預算的次制 所以你看到後來美元走了十年的空投 我個人覺得 沒有 民主黨執政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 美元都走強勢 反而過去共和黨執政的時候 反而比較弱勢 所以說我覺得今年 也許在第一季或上半年 美元會稍微強勢 但是接下來事後證明 川普很多的措施 包括跟外國之間的貿易摩擦 包括他很多政策 事實上看得見不一定吃得到 所以美元漫漫會變成一個弱勢的格局 另外我再提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聽得懂了 聽不懂了就不了你 不會 聽得懂 大家可以看到過去 你看就是愧的問題 你看有沒有 我剛剛看到 共和黨和民主黨執政的時候 美元的走勢是不一樣 同樣你可以看到 在共和黨執政的時候很奇怪 都會發生一些事情 我把它圈起來的部分 你在2000年的時候 小布希要開始執政的時候 發生了科技泡沫 他要2008年 要退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發生的全球金融公報 以過去歷史經驗 民主黨執政的時候 奇怪 股票就非常強勢 你知道 共和黨執政的時候 都會發生意外的事情 今年是政黨輪替 共和黨執政的第一年 美國也在歷史的一個高點 所以我想說今年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今年股票市場的變化 一定會非常有趣 就是會跌嘛 但是如果全球的央行一直在印鈔票 即使跌可能空間也有限 但是我覺得因為 在頂帶歷史的高點 再往上推要多少的資金 要多少的利多 會有一點難度 是 不過真的啦 兩個黨 那個手氣不一樣 對不對 走的運氣也不一樣 對不對 不過我們還是要精準的來分析 馬開老師 你看美元走勢怎麼樣 你剛才其實這個 這個想生兄 他已經說了就是 美國今天呢 他的基本面太好 利多因素太多了 尤其聯儲會升起這個事情 他會吸引更多資金 留向美國 再加上 川普他在高喊 資金要回到美國去 又對回到美國去的資金呢 有一次很大的減稅 就是會進去 只要課一次百分十 就不再課其他稅 這些的這個誘惑都很大 但還要加上就是 他吸引像這個 鴻海這樣的企業去投資 去投資 所有這些行動呢 都是讓美元的需求增強 都讓美元升值 所以你現在基本上呢 我們只能說 他可能會出什麼亂子 他可能他的政策不如預期 我們只能用這樣的猜想 但是就實際上 已經看到的走勢來看呢 美元真的要往下走 是不容易的 可是美元往上走呢 對川普來說呢 他的製造業重返美國 這件事情 或者說 讓美國人增加工作機會 這件事情 立刻受到打擊 因為過度的高幣值 絕對傷害他的出口競爭力 所以他又想要把 美元的幣值要拉下來 所以就看到一個是 客觀的這個環境呢 讓美元升 但有一個主觀的意識呢 讓美元要跌 他最後能怎麼做呢 他頭一個做法就是 他跳出客觀的這個環境 用其他的手段 來逼迫對手升值 所以台灣呢 應該是手當其衝了 你看台灣 台灣不然對美國的逆差這麼少 但是台灣是一個 全球經濟的孤兒 誰看到什麼不爽的事情 先打台灣一巴掌 而且台灣已經被列明 是貨幣操縱國 所以他要打台灣 台灣又能怎麼樣呢 因此 中央銀行的這個總裁 他能夠做的事情只是 我用台幣不斷升值 來證明我沒有操縱貨幣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你說台幣要不升容易嗎 升 但是人民幣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今天你看到 台幣會升到什麼時候 你說誰 台幣會升到多少 台幣升到什麼時候 假定我剛剛講 那個條件出現 就是兩岸經濟核解的話 我覺得破30塊 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呢 我們講人民幣這個問題 就很好玩 因為你從基本面 從科文環境來看 美國是一片大好 但是中國大陸是一片大壞 它的每一個條件 每一個因素 都是讓人民幣貶值 因此 當川普指控大陸是 貨幣操縱國的時候 他指控的方向直返了 你看大陸現在 在努力做什麼 它操縱匯率 不至於繼續貶值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手段 管制他這個資本的流出 或者這個外匯的這個金額減少等等 都是因為資本外逃這件事情 讓人民幣不斷的貶值 而且已經逃了一兆 美元這麼多了 他不能夠再忍受了 所以他要竭盡手段 要讓人民幣不要貶值 所以問一下孫先生 所以現在可以投資人民幣嗎 當然可以啊 現在是絕對是這三年來 投資人民幣最好的時機點 我一再地強調 因為因為國人在投資 你講話很肯定喔 當然 因為我不會失敗 沒有開玩笑 就是我們看到了一些投資的一些理由 因為其實我們看人民幣這一波 你繼續看了 這是我們手上人民幣 對美元這15年來的一個走勢圖 從2005年的時候 人民幣開始跟美元脫鉤之後 它就一路的升值 從8.09升值到6.8 然後經過盤整三年之後 又再從6.8升值到6.04 所以從這2005年到2013年 這段過程讓所有的 應該所有的投資人都以為人民幣只升不便 但是人行期在2013年開始去扭轉 這樣的刻板印象 再加上大陸本身的資本外逃的很嚴重 所以導致了人民幣這一波從6.04 又再度的貶值到6.9 但是如果你從一個 如果從技術面來看 其實它已經回貶到前波的7張點 基本上它的短線的貶值的幅度 滿足點其實已經達到了 難不成它要貶值到2005年時候的8嗎 其實那個機率是不太大 到這個點基本上應該是 中國人民銀行應該可以容忍的極限 因為整體來講我們看到 剛才所提到說 人行已經開始是管制大陸的 一個資本外逃的狀況 它甚至限定所有公民要換匯的時候 都必須得填寫登記書 這登記書裡面 登記的申請書裡面 如果你是要用來買國外的證券 買國外的房地產 甚至你要買國外的保險通通都不準 甚至連企業想要 應該是一般的出口企業 想要把錢匯到國外去 一過去是5000萬美元你要審批 現在500萬美元就要審批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看 人民幣在過去因為資本外逃 所導致的貶值的現象 其實已經被大陸官方給鎖龍頭鎖住了 所以基本上它要在貶值的幅度 是相對有限 再加上台幣去年為什麼這麼強 其實基本上就是外資不斷的湧入 買了三四千億的台灣的股票 推升台幣的升值 但是今年外資難不成還要拿三四千億 再來買台股嗎 所以買盤的力道也有限的情況之下 所以造成台幣在升值的空間 我覺得有限 人民幣再貶值的空間有限的情況下 那當然結合在一起 現在就是投資人民幣最好的時機 OK 好 他講得很肯定 那問一下謝恩鎮兄 你也很肯定 到底要不要買油 當然可以 因為川普經濟學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市場上的險學 我覺得川普他 我最欽佩他就是 他是一個真小人 他說到做到 那我們如果說 從這個美國經濟的一個經濟 他真的要蓋那個牆 對啊 所以他做 他至少他沒有騙你 所以他以前講的話 我們就一定要把它拿出來 再重新再複習一次 他說過去兩任的美國總統 花了四點四兆的美金 全世界到處打仗 美國得到什麼 我上任以後 我只要花一點四兆美金 我就可以把美國的基礎建設 美國的軍事工業 把他整個把他帶上來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美國的基礎建設 包括鐵路公路基礎建設等等 他所帶動的 那當然就跟石油有關係的 我們來看這個石油 石油我們看從去年的 OPEC他整個總體 他的一個減產是 每天120萬桶 非OPEC是55萬桶 那其實在過去供過於久 也差不多在120萬桶左右 在今年的第一季 俄羅斯又加入了一個減產 他第一季 每天減產20萬桶 就是要讓油漲價 對 減產30萬桶 那你一定會問說 石油從25塊多 已經漲到55塊了 已經漲一倍了 還會再漲嗎 我們再看 不管是美國的基礎建設 中國大陸的一個崛起 以及一帶一路所帶動的 包括東南亞國寫的基礎建設 他所需要的能源都非常的高 另外我們來檢視一下 川普的能源政策 他說他要怎樣 要繼續的開花葉原油 他要增加他的天然氣 要讓美國的能源能夠自給自足 那這代表說未來的油價 他也不可能再回到過去 2007年的147.27 也可能不可能回去 三年前的112塊 但是他會在一個區間裡面震盪 也就是說50塊可能不會破了 50塊機會不大 但是他只要超過60塊 65塊 70塊 葉原油的他的成本 他就可以開花了 他就賺錢 他就會拚命開花 所以他未來可能是一個區間的 那我們其實在操作的東西 最希望就是他區間震盪 他不希望他一直飆 一直飆你也賺不到所有的錢 可是憲政兄你知道嗎 那個石油漲價很多原物料 就會跟著飆漲 沒辦法 其實說各行各業 大家不敢挨 去年很多原物料都漲了 對 未來的石油漲價 也因為你講的通膨上來 所以美國的聯準會 明年那時候要升息三次 這等於是相互相的一個關係出來 但是我認為石油 你不要真的去買一桶兩桶回家 因為台灣有ETF 所以油漲十一有的ETF 我記得那時候跌到26塊多有去買 我買的那天剛好是買到 當天的最低價 我買的還套牢 不到三天 三天的時間可以賺15% ETF 謝謝 賺那麼多還願意來領通告費 沒有 沒有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把這個川普的一個經濟學 好好的研究以後 從裡面你就可以找到賺錢的工具 OK 好 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告訴你怎麼賺錢 國瑜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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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段大家把手背後 他要跟我們說怎麼賺錢 OK 馬凱老師先說 其實我講的大概都差不多 一會兒看大趨勢 所以首先 找全世界大家最不看好的 underdog 像目前英國脫歐大家不看好 英國是可以去觀察的 歐洲呢 大家認為會受到英國脫歐的牽連 歐盟可能解體 所以歐洲呢 大家也不看好 尤其歐洲它是在過去八年當中呢 它的整個經濟是停滯的 而這個停滯是跟它的經濟政策有關 因為它堅守準節政策 就是緊縮性的政策 這個政策呢 我認為在英國脫歐之後呢 這個政策在鬆動當中 一旦這個政策鬆動呢 歐洲有大幅度要起的可能 所以歐洲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投資對象 就是英國歐洲還有菲律賓 菲律賓是因為它的這個政權穩固下來之後呢 它過去沒有實現的潛力呢 應該會慢慢會開發出來 反正你不看好美國 你說美國正要到頂了 居高要思維 這個跟剛才這個楚老師講的是一樣 一樣的 就是美國經濟走到這個地步呢 它已經是全世界大概最好最繁榮的地方 所以再往上走呢 是蠻困難的 那中國大陸是一個險地 因為它今天有很多還沒有爆破的風險 那個風險每個爆破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它現在最好的情況就是勉強穩住 所以不要對它有太高的指望 然後兩岸變化決定台灣急凶 可掌握時機 所以我覺得就是最近這幾個月 密切觀察這一點 這一點很可能就是你可以翻身 得到大紅包的最好機會 所以什麼別看 國民大會肯定要看 OK 楚老師呢 我們提一下2012年 李安拍一個電影叫做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自從川普當選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的政策 會展開它的奇幻漂流 大家都搞不清楚 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金融商品也會奇幻漂流 所以我的意思說它會震盪幅度變得很大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說你的風險性資產 股票大概只有持有30% 還是要小心 就像剛剛講的很多在歷史的高點 未來很多的政策都不確定 要稍微小心 第二個我覺得日元 日元大概在100到120之間 對美元走 但是你看到過去那個最近一段時間 日元先生神元英姿有特別提到 他不覺得美元會那麼強 因為他覺得川普說 你經濟成長率4%不太可能達到 所以他覺得美元不會那麼強 同樣的如果國際間發生一些貿易摩擦 日元會變成一個什麼 避險的貨幣 所以我覺得日元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大概在100到120之間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黃金去年開高走低 因為要升息 年底相對比較弱勢 但是升息四銀大家大概都知道了 但是他是一個亂世英雄 如果國際間發生什麼貿易上的糾紛 股票下跌或怎麼樣 他反而是會有機會 政策是多少 一千一千二一千兩百多塊 另外我提到現金百分之五十 隨時準備去加碼相關的股票部分 因為我覺得各國的央行 還是個特別注意股票市場的變化 一旦股票市場跌得很大的一個波動幅度 馬上怎麼樣會又開始印鈔票 所以他未來可能是一個區間 一旦發生我們前面講的一些不確定的事情 股票市場波動的時候 把你百分之五的現金 隨時做低檔的加碼的工作 現金你不用再提 台灣儲蓄率有多高 大家都還是現金放得不敢動 對不對 一趴多而已 對 一趴多而已 對 我覺得今年的一個震盪幅度 就像廚總講的會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今年除了大黑天鵝 川普以外 後面還有十隻的灰天鵝 所以現金我是預估 因為我寫錯了 我把它寫在最後面 我們看現金是百分之三十 那台灣的股票是百分之四十 另外有百分之三十要放在一些 比較固定收益的基金上 那我首先來講台灣股票 第一個 傳產股可以注意 鋼鐵 食品 航運跟石化 鋼鐵 石化 尤其是像金融股來講也可以注意 我們上次在節目中有講 比如像保險股的 護邦金 國泰金這些通通可以注意 那第二個如果在高科技股 這個部分來講未來的四個 最重要的一個高科技的方向 包括物聯網 車聯網 包括像智慧家庭 智慧城市 包括像大數據 還有最主要的機器人 這是勢在必行的 這些相關的股票都可以 那你說這些股票在哪裡 Google一下 你只要Google一下 機器人概念股就出來的 另外在固定收益這個部分 基金比如說像國家主權債 印尼的國家主權債 國內有發一個印尼的國家主權債的基金 本來預估一年它的收益8.3% 你知道不到九個月 收益13.4% 很恐怖 所以另外像瑞子基金 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一些 固定型的一個收益基金會比較安全 好 我看一下世聰的 我覺得今年的波動幅度 的確像大家都講的 我覺得上半年的話 是可能比較偏向多頭 但是下半年未必是如此 我覺得這個 以過去的歷史統計數據來說的話 大概在這個過年後一個月 其實都會漲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還是可以 這段時間多加把握 我覺得如果用這個現金來 這個資金的分配來說的話 60%放在股票 那現金 基金跟現金的話 各放20% 我覺得如果從各股票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滿讚同剛才憲哥講的 今年的石油的價格 是可能會往上飆 往上漲的時候 其實跟石油相關的塑化 我覺得值得大家觀察 另外一個 川普現在實現諾言 開始在蓋這個美墨之間的高牆 當然他之前還講過說 要投資美國的基礎建設 所以當然對於鋼鐵股的行情 我覺得是值得大家期待 這是在傳產股裡面 在這個高科技股裡面 我也覺得 iPhone 8是真的值得大家期待 因為就根據這個目前 從供應鏈得到的訊息來說的話 這個庫克對於iPhone 8的期望 是比iPhone 6跟iPhone 6s跟7是更高的 所以我覺得iPhone 8值得大家留意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 iPhone 8它有什麼新的規格的改變 像今年一開始 吵得沸沸揚揚的雙鏡頭就是一個 因為iPhone 8可能會全面採用 另外一個包括說像 USB 3.1 Type-C這個產品 或是無線充電 我覺得這個都可能還是值得大家 今年持續的觀察 另外一方面 如果用基金方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投資一些 比較穩定的全球型的產業基金 譬如說高科技 甚至說如果你比較有膽識一點的話 生技股在前一陣子跌得非常重 尤其川普上任之後 他也批了這些生技股 所以如果你對生技股長線看好 也可以佈局一些長線的 所謂的生技股的產業 另外一個 20%放成現金的話 也是留意 如果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就是進可攻 退可守的這樣一個狀況 OK 好 崔先生 我們休息一下 再來問他好不好 國營大會 好 問一下孫老師 我覺得今年的投資 其實我分為兩大區塊 第一個其實就是人民幣 他真的很看好人民幣 人民幣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台股 人民幣的資金的比重就是兩成 然後目標就是今年要賺6% 那6%怎麼來 第一個就是3% 你去找那個一般的銀行 基本上如果條件比較好的 都會有3%左右定存的利率 另外的3%其實就是透過人民幣 對新台幣升值3%賺來的 所以去年一整年賠了11% 人民幣的投資人不要氣餒 今年應該有機會讓你賺到6% 不是還賠5% 沒有 去年應該一整年 其實新台幣對人民幣升值了11% 所以其實比想像中的還要慘 對投資人民幣的投資人來講 另外一個部分是台股的部分 台股其實我是認為 今年其實是相對較樂觀 尤其美股持續的 在創歷史新高的同時 台股沒有悲觀的理由 資金的比重我認為是8成 目標是賺多少 賺2成 怎麼來 其實有一檔標的 其實大家可以去留意 除了我剛才前面講的這些 機器人概念股 是今年滿重要的一個 趨勢產業之外 另外一個其實鴻海 我認為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鴻海有沒有機會賺2成 它目前股價80幾塊 賺2成也不到100塊 其實以鴻海它 今年其實有iPhone8的一個 新機的熱潮 其實它是有機會的 更重要的其實 郭董其實在2015年喊下 要讓鴻海的集團的營收 成長到10兆新台幣 今晚才4兆多而已 所以未來還有 一倍以上的成長空間 這個10兆的營收目標怎麼來 透過iPhone 透過合併Shop 另外去年合併 製造成的 1個4兆 2個4兆 4兆 4兆 4兆